那么刚刚被北京市法院选聘为特约监督员的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 星期一发微博说他一上班就被喊冤者们堵到了公司门口 他询问公众我可怎么办 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还有人被他指招 11月4号潘石屹发微博说 今天一上班喊冤的人就堵在我公司门口 我问北京高院办公室怎么办 他们答复一般喊冤的去高院信访室 特约监督员过问的案子要让监督员写上自己的意见报高院 我可怎么办呢 短短一天时间内 这一微博已被转发8000多次 跟帖评论5000多条 评论中有开玩笑的 也有加油鼓励的 还有支招的 有人建议潘石屹找律师帮忙 10月31号 北京市高级法院聘请300名社会各界人士 为北京法院第六届特邀监督员 潘石屹是其中之一 法院介绍 特约监督员在任职三年内 可以不打招呼进出医中院 可以旁听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 可以以各种方式提出自己对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当天潘石屹发微博表示 我愿为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们去奔走 我愿为社会和法治进步 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既然你单位高院的监督员 而且在微博上 能够到你公司去找你 你至少要开工吗 你至少要接待一下人家吗 你至少要听一下人家 这个怎么说 然后你再反应过去吧 他不是 他就是一种很无奈的 是想拒绝的 北京宪政学者陈永苗表示 既然潘石屹没有能力监督这个制度 没能力帮到冤民 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告诉公众 5号早上7点多 潘石屹又发帖说 今天好几位律师都愿意义务帮助 靠我一人肯定抓虾 现在中共这一套体制已经运行到这个地步 他要作为高院的那个航风建筑员 也确实很难发挥什么实质上的作用 这个只不过是中共这个体制拿来 就是扩宽它的群众基础的一个运作手法而已 但是他没想到那个访民的反应是很敏捷的 维权的民众就会去找他来喊冤嘛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表示 这反映中国老百姓的悲哀 如果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 民众就不至于去堵潘石屹的门喊冤了 中国的正常的司法的渠道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整个的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呢 它完全是被一党专制所垄断了 它这个体系已经腐烂了 完全都是为特权阶层 为官方利益所服务的 所以说法民们不得慕有的时候 那要求助一些所谓的有知名的人物 维权民众也不会有无理的要求 我们也许不能帮他解决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遭受的这个痛苦 给说出来嘛 我们说出来跟他本人说就有区别嘛 就是比如说别人来给他说 就就多了一个人关注这件事嘛 像潘石屹他这样有影响力 如果他真要说了 他就每天发布一个冤案 我相信这个影响都不小吧 不过唐靖玲也指出这是勇气的问题 也是敢不敢为民众说话的问题 9月中共当局以打摇为由 大力抓捕网络大V名人 中共喉舌央视邀请潘石屹做节目 潘石屹在节目中说 你的转发可能有上千万人关注 上千万人背后还有关注的人 我觉得作为网络大V吧 粉丝量比较高的人 他应该更严格的要求自己 但是这一段话中潘石屹数次口吃 引起众网友围观说 小潘害怕的颤抖了 而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 最近也在新出的书中说 潘石屹上不了大堂 他说2003年在某次会上 潘石屹一看见现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坐在自己对面 就吓得结巴了 潘石屹甘肃天水人 生于1963年10月 是地产界大腕 1995年 潘石屹与妻子张新 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 是外界公认的大陆地产界红人 仅新浪微博上 就拥有超过1600多万粉丝 这下期见 宅优优独播剧场地产 还是十分之一 真正的 小类优独播剧场地产 是大陆地产